刚才于海涵和乔一 在汇报工作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主管 提到了一个词 叫情绪工作者 你觉得主持人 是不是个情绪工作者 他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心情再不好 但是你一面对镜头的时候 你还得就是非常嗨 是 何老师呢 我最近是有被骂 为什么 因为那个豆豆的剧上了 我好像还真看到了 因为他那个剧是小说改篇的 然后有很多小说的粉 因为我们是相往这么几年了 他都是十二点 一定给我说一句生日快乐什么的 然后他又发了 然后就被骂了 不是 你千万不要让他们 影响到你们 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情感 那就太傻太傻了 绝对不知道 个别的就是真的为骂而骂的 我就是我看不到你 你的人生这么悲惨 还要抒发这么多情绪在里面 那我就给你抒发吧 没关系 反正也伤害不到我 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 来说到乔依的问题一样 说乔依成长了 做情绪工作者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 将心比心的体谅到这些 以后包容一下 忍耐一下 对 嗯 对 对 对